在不久前,由Poxia举行的战略规划会议中,最大的关注点之一是凯燕即将电气化,并且计划推出七人座子旗舰SUV,代号K1。 然而也许是因为这些重要的讯息的吸引力太大,很多人可能忽略掉Olive在会议上所提到718 Buster和Command将迈向电动化的决策,但这并不意味着内燃机车型将会立即的终结,近期就如同画面上所示,有人在雪地中发现了测试车辆,除了强大的电动性能之外,前后都提供了充足的储物空间,使718 EV比其他中置引擎跑车更加实用。 尽管测试车辆的前部轮圈孔盖和后部没有明显的剖下标志,甚至试图模糊车尾的一个中置双出围管,但黑色的刹车卡简和尾部的充电口盖,表明这是一辆保时鞋718 EV电动跑车,尽管测试车辆仍然充满了神秘感。 但从车尾和充电口和前后的一个储物空间,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讯息,但电动版的718将采用PPE平台,这个平台也将用于马看EB。 如果各位兄弟有注意到隔先前所发布的影片,就可以知道,这个PPE平台跟ODI的Q6一创还有A6一创,基本上都是使用同一个架构平台。 至于有关车内的配置,外界猜测,电动版的718可能会提供单电机的后驱和双电机全轮驱动的不同型号侧款。 而且保时鞋已在会议中正式的确认,全电动版的718 Buster Command将于2025年上市,而这并不代表着燃油版的车型会立即的退出历史的舞台。 保时鞋总载Oliver曾表示,燃油动力版本的车型将会继续与718 EV一同销售,直到中期该款后才会逐渐的退出市场。 各位兄弟听到隔说到这边是不是非常的期待这款718电动版本的车型能够尽快的退出呢? 记得跟隔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。 爱车的朋友记得订阅隔的频道,兄弟们小小的一个订阅与按赞的一个动作, 对于隔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进的动力。 希望隔间的分享,你会喜欢,see you next time! by bwd6